单独成文,凤九怀孕的另一个版本又名,东华凤九闹别扭记接上前面一集,青秋狐狸冻,清晨,虽说是美景如画,春风和煦的,但是今日的画风却有些不同,放在凤九刚刚吐的昏天黑地,把晨起用的那些早扇都吐了出来,还呕了一阵的酸水,身体虚弱得很,把白针给心疼得忧,赶紧抱着小九去请殿休息去了,还给她度了些,修为可确保她有些精神。 安排好了凤九之后,白针就出了凤九的寝殿,在外面数落着折颜,老凤凰,你这安胎药到底有没有用啊,怎么小九喝了以后还是孕土不止啊? 折颜无奈地回,珍珍啊,我这安胎药小九才喝了一天而已,没那么快起笑的,怎么着也得等几天啊? 白针还是不依不饶,哼,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把小九的孕土给治好了,我就寻必方鸟。 九儿的孕土很严重吗?一个紫衣神尊突然开口说话,把白针和折颜吓得不轻。 白针见过帝君,白针赶紧回过头来行礼。 嗯,折颜,九儿如何?东华很是焦急地问着。 小九他迈向平和,胎向稳固,就是孕土的有些厉害,不过这也是正常现象,我以为他开好了方子,他也喝了下去,还有灵芝仙草吊着,想必过不了几日他的孕土便可缓解了。 折颜上神啊,你错了,凤九怀的滚滚可没那么听话的。 东华的心略微放下了些,方才他一路走来,心都是乱的,他不知道怎么红酒才能不惹他生气,还把九儿平日里爱看的那些画本子里的情话都想了一遍, 看看到了,狐狸洞能不能用上,一路到了狐狸洞,他正准备小心翼翼进寝店红酒的时候,就听了白真和哲颜的对话,他的心不由地抽疼, 按骂了自己一声,然后从开口询问哲颜酒的情况。 东华正准备开口和白真哲颜要进去看酒的时候,凤九突然捂着嘴巴从寝店中跑了出来,开始吐了起来,面色苍白,精神也甚是不济,眼睛还红红,很显然是哭了一夜。 东华看到九儿这个样子,心痛难当,手颤抖着抬起,轻柔地俯上九儿的背,生怕伤了他,低声道,九儿,你怎么样,你还好吗? 说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抱起九儿回了寝店。 哲颜看到帝君来了,他也就放心了,珍珍,我先回桃林,去翻翻医书,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治好小九的孕土。 嗯,那你快去快去。 哲颜冲着白真点了点头,就出了狐狸洞,而白真呢,也需要修书一封,告诉阿爹阿娘和二哥小九有孕的事。 昨天光顾着照顾小九了,都忘了告诉他们了呢,现在帝君来了,我也可放心了。 这么想着,白真就回了自己的房间,写书信去了。 凤九的寝店内,方才他吐得迷迷糊糊糊,都快站不住了,连挣扎的力气都没了,所以就任由着东华抱他回了寝店,把他放在了床榻纸上。 九儿,你觉得如何? 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寻来。 东华眼神中的着急,是万万装不出来的,还伸出手来,准备握住九儿的手,一心求和。 可是,凤九却不愿意理他,缩回手去,不让他碰,不劳帝君费心了,我什么都不想吃。 帝君还是去陪你那位青梅竹马的义妹吧。 东华也不敢贸然前进,之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开口。 九儿,你别这样行不行,为夫只想生生世世陪着九儿,不会再有别人了呀。 哼,九儿,别生气了呀,生气对孩子不好。 哎,东华帝君啊,你真是的,我说你什么好,你这不是拱你们加小狐狸的火吗? 果然,小狐狸炸毛得更厉害了。 哼,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因为我有了孩子才来哄我的。 原来,你是因为知道我有了身孕,所以才跑来勤求哄我的吗? 如果我没有怀孕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这样下去,是不是啊? 说着说着,小狐狸的眼泪就巴哒巴哒地掉下来了。 东华赶紧伸手为九儿擦眼泪,凤九还不让他碰它,东华只好耐心地解释, 不是啊,九儿,真的不是,今日晨起,我原本就打算来青丘找你的, 只是这个时候成玉来看你,我这才知道你有了身孕。 唯夫已处置了那只鹤,令他永生永世,不得踏入九重天,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哦,原来帝君是知道久有了孩子,才处置了那只鹤,不许他再来,之前都干嘛去了呀? 看来,帝君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舍得处置他,是吧? 孩子比我重要,是吧? 哎,东华觉得他都快疯了,这小狐狸胡闹蛮缠,屋里取闹起来,怎么这么厉害啊? 不是啊,天呐,小狐狸,我该拿你如何,九儿是我此生唯一的眷恋,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了。 嗯,这样就可以了吧,九儿喜欢的画本子上都是这样说的。 哼,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太成功除了我,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了, 现在让人家随随便便就住了进来,还偷偷摸摸地跟人家见面, 真是见到美女,就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你信口开河,你言而无信。 说着,凤九又是一阵酸水泛了上来,东华赶紧扶住九的背,为他顺着气。 是是是,都是我的不对,是我不该让他住进来,不该让他进我们的寝殿, 惹得九儿伤心,都是我思虑不周,都是我的错,九儿莫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不好不好,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寝殿里不管,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我吐了一个晚上,你都不在,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我不好啊,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寝殿,不管不问, 我应该不管你再怎么生气,都留下来跟你解释的。 你回了青秋,我就应该立刻来青秋哄你才是,地后娘娘宽红大量,就饶了魏夫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好不好? 冬华赶紧抱住九儿哄着,凤九心眼圆瞪,推开他,你还想有下次啊? 冬华赶紧重新搂住九儿,解释道,不敢不敢,就这么一次都把我折磨得够呛,绝对不敢有下次了。 看着躺在床榻之上的九儿,终于有了些笑模样,冬华的心终于放下了些,九儿,跟我回去吧,好不好? 凤九在冬华的怀里点头,得到了地后娘娘的许可之后,冬华笑得春风满面地抱着九儿回了九重天。 太成功寝殿,冬华抱着九儿一阵,先顿回了太成功的寝殿,轻柔地将凤九放下,扶着凤九躺在床上,还贴心地在凤九的背后垫上了一个攒筋之紧端的垫子,将凤九的胳膊放在芝梦枕上,盖好了被子,坐在床边对着九说道,九儿,你先歇会,我先去准备一下。 说着,就要离开,吩咐太成功上下的公额,做好准备。 哎,等一下,这寝殿里的布置怎么换了呀? 方才回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对,所以才开口询问冬华。 九儿不是不高兴那只鹤进了我们的寝殿呢,所以维夫就特意换了新的。 冬华握住九儿的手放在心口上。 哼,我有那么善度吗? 冬华刮了刮凤九的鼻子,你说呢? 你讨厌,我想喝粥。 凤九交称了冬华一句,顺便提了一个小要求。 好,九儿休息吧,为夫这就去宁膳房去准备。 然后,亲了亲九儿的凤尾花,扶着就躺下。 嗯,凤九点了点头,也赏了冬华一口。 冬华为凤九盖好被子之后,就离开了寝殿,为九儿准备粥去了。 凤九呢,看着那紫衫白发的夫君,笑得一脸满足,缓缓地闭上眼睛休息。 哎,折腾了这么久,孩子跟着我也很是辛苦,还是好好地休息吧。 至于后来,凤九因为怀孕情绪不稳,而各种欺负冬华。 至于冬华是如何受着,哄着,供着,供着的,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小段子,冬华帝君的小秘密。 凤九和冬华成亲的某一日,滚滚还未出生前,冬华去了朝会,明日就是天君的寿臣了。 这是凤九嫁进九重天的第一年,身为冬华帝后和清丘女君,天君寿臣凤九自然是要备份大礼的。 所以,凤九早早地就备好了一个由东海海底万年形成的红珊瑚雕成的百件作为天君的贺礼,那是他的陪嫁。 可是,他却忘了放在哪里了,哎,真是的,前两天收拾书房的时候还看见了呢,怎么今日就找不到了呢? 凤九一面在书房中搜寻,一面自言自语地抱怨着自己的丢三落四,找着,找着,翻箱倒柜,凤九打开柜子一瞧。 这个盒子怎么我从未见过呀,凤九好奇地把它给取了出来,摇了摇,看了看。 嗯,这盒子的外形倒是不错,鸡翅木雕刻着青雅的莲花,倒是很符合东华的喜好,可是这盒子里到底装的什么呀,东华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吗? 我要不要打开来看一看呀,可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这毕竟是东华的东西嘛。 可是,可是我们是夫妻呀,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没有秘密才是啊。 不对不对,也不一定完全是,我也有些事是没有告诉过东华的,比如我在女娃娘娘那看到的一切,她就不知道啊,这是我和女娃娘娘的秘密嘛。 哎,到底要不要打开呀? 凤九陷入了天人交战之中,对了,这样不就好了吗? 凤九灵机一动,拿起桌上插瓶里的桃花,开始数着花瓣,打开,不打开,打开,不打开。 嗯,不打开,哎,怎么数到最后是不打开啊? 再数一次,这次要还是不打开,那就是老天不让我打开,我就再把它放回原处,就当我从来都没有拿出它来过。 又拿起另一支桃花,打开,不打开,打开,不打开,打开。 凤九正在数着桃花的时候,一白衣神尊走了进来,看着她的书房一片狼藉的样子,就知道,九儿这是又忘了什么东西,放在何处了吧? 无奈而宠溺一笑,上前温柔道,九儿,你在做什么? 凤九一听,是东华回来了,赶紧迎上前去,挽住她的手臂,你回来了。 东华边走边问,九儿,这是在找东西吗? 凤九点头回答,嗯,是啊,是为天君寿臣准备的那件红珊瑚百剑,九儿一时忘了放在哪里了。 忘了便忘了,不送也罢。 那怎么能行呢?这是九儿嫁入九重天上的第一年,身为青秋女君和东华帝后该有的礼数是一定要有的。 好,那为夫,帮你一起找吧。 不用了,九儿一个人就可以了,夫君先去换衣服吧。 嗯,正当东华准备转身去换长服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他珍藏的盒子,暴露在了外面。 东华不由得一震,开口询问道,九儿,这盒子。 凤九一听,哎呀,他发现了,不好了,可是我不是故意拿出来的呀,这不是为了找那珊瑚百剑吗? 赶紧解释,东华,我不是故意要翻你的东西的,我只是为了找天君的鹤里,才打开这个柜子的。 这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一眼都没看过的。 东华看着凤九有如此紧张,小心翼翼的神情,不由得哑然一笑,上前握住九儿的手放在心上,九儿不必如此小心翼翼,为夫不是说过吗? 这太成功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说着,东华就将另一只手也握住九儿,继续道,九儿想不想看看,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嗯,凤九点头,其实他是很想知道,可是觉得自己偷偷地看,不告诉东华实在是不好, 所以方才才数桃花,现在东华自己提出来,要看看这盒子里是什么,正合他意呀,凤九不由得安息。 然后,东华就拿着盒子,拉着凤九坐在了树岸前的坐踏之上,轻轻地打开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盒子,上面浮雕着几朵娇艳的凤尾花, 东华将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打开。 凤九一看,啊,这是一条女人用过的手帕, 莫非东华在我之前有过什么别的桃花,送给过他手帕吗? 不会的,东华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他自断姻缘哪有什么桃花呀,就算是有,以他的个性也会置之不理的。 雪儿,拿出来看看,凤九看了东华的一眼,拿起那手帕一看,啊, 这是我在凡间做陈淑妃的时候经常用的,烂日大雨,我还用这手帕为东华擦脸呢, 东华,这是,这是我在凡间用过的那条手帕。 不错,那,那你这是,哎,久而可知,当年我下凡历节归来,失去了九成法力, 知道不能与你一处,除了内遇敌之外,这个是我唯一可以保留带有你气息的东西了。 我想着,若此生我不能逆天改命迎娶你,便在我深归混沌之时,与这手帕和那玉笛一起葬到青秋去。 如今,我们终得圆满,我再也不用独无私人,这手帕自然也就被我收起来了。 凤九听到东华的一番肺腑之言,感动得有些不知所措,两行轻微不自觉地落下, 马上扑到东华的怀里,怀抱住他的腰,柔声道,东华,我爱你,爱你爱得要了命。 东华回抱住九儿,吻着他的发丝,为他擦着眼泪,回应道,九儿,我也爱你,爱你爱得深入骨髓。 来找帝君汇报工作的私命,看到帝君和帝后又拥吻在了一起,甜腻的气息满布,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 哎,自从帝君老人家和凤九女君成亲之后,他们就一天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秀恩爱,不停地腻歪,肉麻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也习惯了。 正要转身离开的时候,就看见凌儿端着凤九爱吃的糕点,准备送往书房,他赶紧拦下,哎,凌儿,别去了,帝君不喜被人打扰,这糕点还是等等再送吧。 这凌儿也是个机灵鬼,脚狭一笑,行礼道,是,新君,那这糕点就送给新君品尝吧。 好啊,哎呀,我可是好久都尝到帝后的手艺了呢。 林儿和思命就这样一路八卦,一路尝着凤九做的糕点,离开了书房。 东华凤九的甜蜜日常二,东华帝君的生辰。 东华和凤九成亲后第一年的某个月,再过几日,就是东华化石之日了,前两个月,东华刚为我过了生辰,又恰逢我们的成亲纪念日, 还送了我一个万年寒玉雕的小狐狸挂件,那是妇神当年赠给她的,她向我青秋提亲的时候就已经搬空了这太成功的库房了, 这万年寒玉还是她留在碧海苍林那的呢? 我们是夫妻,理应相互扶持,相互疼惜,她给我过了一次生辰,我也应该还她一次,这才是正确的夫妻相处之道嘛。 可是,该送什么礼物给她好呢?恩爱,有了,就这么办。 于是乎,小狐狸就决定在东华生辰那日给她个惊喜,哎,离东华生辰就剩七日了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没关系,我努力一些,再去找些人来帮忙,应该就没问题了。 说干就干,小狐狸打定了主意之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就是有些可怜的东华了,这几日,小狐狸忙得给她准备生辰,每天,除了处理青秋的政务和给她做一日三餐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再太成功, 九儿是这样告诉她理由的,这几日成玉培育的莲花就要开了,九儿还没见过莲花开放的全过程呢,就想去看看嘛。 成玉呢,还有不少新鲜的莲子和莲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那些公罗又笨手笨脚的,九儿想去帮帮她嘛。 再说了,九儿也想摘些回来,为你做些你爱吃的莲子百合汤和藕粉桂花糖糕来,九儿也是为了夫君啊,好不好嘛。 东华最受不了九儿撒娇,知道她一向重有青涩,好,随你如何,九儿想去就去吧。 凤九浑身媚态,嗯,那夫君,九儿这就走了呀。 巴基亲了她一口,从她的怀里离开。 东华按骂自己不争气,就这样,就同意了,一点男子气概,以福为刚都没有,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吃瓜群众偷笑忠,然后一脸得意甜蜜地看起了手中的佛经。 可是,唯一的不足就是,凤九有时从其他地方出来,最后都要去承郁的红莲阁报道,然后再让承郁给她准备些新鲜的莲子和莲藕来,等着东华来红莲阁接她,然后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和东华会太成功。 好在东华不喜欢出来晃悠,否则她就真的分身乏术了。 这样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东华那是什么人,昔日的天地共主啊,可不是那么好骗的,不能老在承郁这窝着。 得想个什么法子把东华支开才醒来。 有了。 第二日,东华就收到林宝天尊的邀请,说是自己的师尊的原始天尊和师叔道德天尊刚刚云游回来,对于佛法的理解更为深入,请帝君去上清境与两位师尊探讨一番。 东华一想,好吧,这几日久也不在,忙着何承郁赏花挖偶,也没空陪她,三尊难得聚守,本帝君与他们交情不浅,林宝天尊亲自相邀。 好,那本帝君便去吧,好,请天尊先行一步,本帝君随后就到。 是,林宝天尊应声离开之后,东华就转身去了红莲阁。 红莲阁,凤九正在用妙思镜看着太成功的情况,嗯,林宝天尊真是太给我面子了,连其他二位尊神他都请回来,拖住东华了。 他来改日,我还真得好好的备份谢礼送给林宝天尊了。 看着东华离开了太成功,凤九就赶紧收了妙思镜,开始和承郁一起收拾那些刚摘下的莲子和莲藕。 虚余,一子一神尊就降临在了凤九的身后,九儿。 见过帝君,承郁行礼,凤九起身,转过身子去,笑脸盈盈,身着一件浅粉纱裙,头戴一额黄色头巾,黑发高高梳起, 妍然依附彩莲姑娘的青春打扮,东华看着振振心动,你怎么来了呀,我一会就回去了。 东华怀抱住九儿的浅浅细腰,扶着九儿额尖凌乱的发丝。 九儿,方才林宝天尊来太成功,说是原始天尊和道德天尊刚刚云游回来,对佛法有了新的感悟,邀请我去与他们论经,大概三日。 凤九一阵窃喜,表面上还要故作惊讶,哦,是吗? 上清静的三尊难得聚齐,夫君理应前去才是。 嗯,我不在,九儿就寝食,可要盖好了被子,莫要着凉了。 嗯,我会的,夫君难得与三尊相聚,理应多续续旧才是,不用那么着急回来的。 那怎么行呢?什么事都比不上九儿重要。 一个不合十一的声音响起,哎呀,我说帝君啊,这还有别人在呢,您能够这么肉麻吗? 哎,这成玉真是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东华瞇了成玉一眼,不许累着酒。 是,成玉心中富匪,也不知道是谁累谁,这几日为了给您老人家一个惊喜,成玉都快精神错乱了。 那九儿,我就走了,亲了九儿一口,嗯,走吧。 回了东华一口,然后,东华就一阵白烟去了上清静。 成玉看着他们没羞没骚地嗅着恩爱,抖了一下身体,吸血道, 我说,我的凤九地厚啊,你看看,我这一身的鸡皮疙瘩。 凤九脸红道不行,哎呀,成玉,你讨厌,快点干活。 成玉故意提高了声调。 是,三日后,正好是东华画室之日,整个九重天都在迎接着一个人,这几日,他们纷纷收到了帝后娘娘的命令,让他们在这一天在南天门外等候,夜华和白浅拉着他们家的小团子,站在神仙队伍的最前面,等着那位尊神出现。 片刻,那紫衣神尊的挺拔身姿就出现在了南天门外,他们赶紧正经,夜华和白浅一个行礼,一个扶着身子,后面的群仙齐齐跪下行礼,恭祝帝君福寿齐天,福则绵长。 东华正了一下,这才想起,哦,原来今日是我画室之日,活了这么久了,我又无父无母的,倒是在水找泽中求学的时候,父神和母神,还有白纸莫冤,折验他们每年都给我过, 如今这么多个沧海桑田过去,我也早就把这些事淡忘了,没想到,他们还能记住,也是不错,这还不是你们家小狐狸的功劳吗? 东华微微一笑,多谢各位美意,都起来吧。 是,阿黎端着贺礼,迈着小短腿上前,阿黎见过帝君姐夫。 嗯,帝君姐夫,这是阿黎为您准备的生辰贺礼,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说着,阿黎就萌萌地睁着大眼睛,努力地伸着手将贺礼递给东华。 东华弯下身子,接过贺礼,多谢小天孙了。 帝君姐夫,您知道吗,这三日来,凤九姐姐一直都在召集九重天上的所有神仙来给帝君姐夫庆贺生辰, 还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保密,给帝君姐夫一个惊喜,帝君姐夫,您有没有很开心啊? 啊,原来这一出是九儿为我准备的,东华的心里泛起了阵阵甜蜜,九儿,本帝君此生有你,别无他求。 东华宠溺一笑,挑了挑眉,答,阿黎呀,本帝君自然是开心的。 阿黎,过来。 叶华在后面换着团子。 阿黎一听到自家父君的呼唤,赶紧跑到叶华的身边,拉住了他的小肉手。 上前道,帝君,这是叶华与浅浅为您准备的贺礼,祝您福泽绵长,万寿无疆。 多谢太子殿下。 严肃古板的叶华送完了贺礼,待白浅说两句了,扶了扶身子,白浅见过帝君。 太子妃娘娘,不必多礼。 白浅略带细血地恭祝道,今日是帝君生辰,白浅在此恭祝帝君生辰快乐,早生贵子。 白浅怕帝君讹不行,所以就讹大家懂得。 在场的其他人都憋着笑,连宋上前,捧着贺礼,帝君,这是连宋为您准备的贺礼,恭贺帝君生辰之喜。 多谢三殿下。 连宋敲敲敲上前,一副浪荡公子的表情,用扇子敲了敲东华,小声道,帝君啊,我是真羡慕你啊,取了这么一位温柔董事,善良贤德的好姑娘,醉卧美人稀,岂不快哉? 三殿下若是想娶,本帝君导,是可以帮忙撮合一下你合成一元君,如何? 多谢帝君美意,还是不用了,呵呵呵呵。 白浅无嘴笑着,上前开口道,帝君,您还是快些回太成宫去吧,要不然某位帝后该着急了呢? 东华像个孩子一样笑得十分开心,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南天门,一阵白烟回了太成宫。 恭送帝君。 例行的程序走完,这些神仙们又各司其职,各忙各地去了。 太成公分立池旁的花园内,东华一进入花园,就看见他的美娇妻离窝浅笑,风华绝带地站在花园内,平日里他总是略失粉带,可是今日却是不同,一袭红裙脱地,无法盘起一个流云记,鲜鲜玉纸之上的凤尾花界流光一彩,烈焰红唇,滋容胜雪。 趁得他额尖的凤尾花更娇艳一场,很显然,他的酒儿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家人轻易连步,缓缓向他走来,迎迎一拜,见过帝君。 东华赶紧上前扶着酒儿,酒儿,我们是夫妻,不必向我行礼。 凤酒微微一笑,挽着东华的胳膊,夫君,今日是你的生辰,酒儿特地为夫君准备了一桌夫君爱吃的菜肴。 你看这夜色这么好,酒儿陪着夫君在这花园里一同用膳,共饮几杯,庆祝夫君生辰如何。 然后,就拉着东华坐到了那万年黄花梨的桌子旁。 东华也是十分开心,好,奉酒坐定之后,就为东华倒了杯自己亲手酿的桃花醉。 夫君,这是酒儿酿的桃花醉,虽比不上折颜的,可是酒儿尝着倒是不错,请夫君尝尝。 东华拿起酒杯一饮而尽,酒儿的手艺自然是好的。 奉酒看着东华引进了杯中的酒,就又为东华倒了一杯,接着给自己斟满,举起他面前的酒杯,酒儿祝夫君生辰快乐,福泽绵长。 东华拿起酒杯,与酒儿的碰了一下,眼中的笑意藏不住,干。 最后,奉酒又为他们各自倒了一杯酒,直起酒杯道,夫君,这第三杯酒,就祝我们夫妻同心,岁岁年年长相伴,好不好。 东华也拿了起来,酒儿,不是岁月年长相伴,而是生生世世长相伴。 好,干,这酒算是喝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进入第二项,奉酒用手一挥,他面前的白玉盘子内,就出行了两只活灵活现的赤色酒尾堂狐狸,奉酒拿起其中的一只,递到东华的面前,准备亲手喂东华吃,眼中闪过金银的泪花。 夫君,酒儿知道你无父无母,自碧海苍林化世之后,就一个人单打独斗,吃了好多的苦,受了好多的罪,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大伤小伤无数,沧海桑田,无数生灵尽归尘土,酒儿心疼,愿自己出生的太晚,不能与你共度那段艰难的岁月,这是酒儿为你做的糖狐狸,你之前没享受过的快乐,酒儿会一一补偿给你,以后你再也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你有了酒, 不管发生什么酒,都会与你一起承担。夫君,快尝尝,看看是不是很甜,这是酒儿小的时候最爱吃的了。 东华听到自己的妻子这样说,她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能娶到这么一位懂她,爱她,真正心疼她的女子。 她对酒儿的爱又加重了几分,深邃的眼眸中也和酒儿一样闪着隐隐的泪光,轻咬了一口尾巴,的确是很甜。 甜到了心坎里,又咬了一口,不过这次不太一样了,东华特意用力地咬下了整条尾巴,将嘴滴到了凤九的唇边,眼底含笑。 凤九一脸娇羞分去了那块糖片的一半,她的唇还有意无意地碰上了她的。 两个人就这样你喂我一口,我喂你一口地吃完了这两只糖狐狸。 前菜结束,终于可以开始正式用膳了,今日这菜都是东华爱吃的,平日里老是东华喂酒吃东西。 今日东华生辰,酒儿也温柔地喂着东华,不过东华岛是怕酒吃不上,又是嘴对嘴的,和吃糖狐狸一样地回味着酒。 这顿晚膳,就在这肉麻的腻外劲中用完了,东华本以为酒给他的惊喜已经结束了。 可是谁知,在用过晚膳之后,酒便拉着东华回了他们的请殿,还关上了门,东华还以为酒这是药都快笑傻了,可是谁知酒却不是这个意思。 夫君,你看,这是酒儿为你绣的帕子,那日你说酒儿在凡间用过的那个手帕是除了那玉笛之外,唯一保留有酒儿气息的东西了。 如今我们已是夫妻,酒儿身为妻子,理应送给夫君一副手帕才是,在这手帕之上,酒儿还绣了朵凤尾花,跟酒儿额间的胎记一模一样,不过,酒儿的针线活实再是不好,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帕子就绣了一天,把成玉气的够呛,夫君可不要嫌弃啊。 要日日戴在身上,不能忘了。 东华开心的都不行了,乐得像个老鼠,乐不可知,将这帕子小心翼翼地收起来,酒儿放心,为夫一定天天戴到身上。 接着,凤九就又拿出了第二件礼物,帝君是昔日的天地共主,什么都不缺,酒儿实在不知道该送些什么给帝君,不过后来,酒儿看那些画本子上写,寻常人家的妻子理应为自己的丈夫亲手送些贴身的物件才是。 所以,除了这个帕子之外,酒儿还给帝君绣了一个荷包,这荷包里面装着你我二人的结发,酒儿还特意编了一个童心结,凡间有一句话叫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还是那句话,帝君要日日戴在身上,不许忘了。 冬华的快乐傻了,激动地接过酒儿为他绣的荷包,一把抓住酒儿的手,就要吻上去,可是凤九却哀悠了一声。 冬华赶紧放开,关心道,酒儿,怎么了,你是哪里受伤了吗? 凤九赶紧摇头,没事,没事,真的没事,就是我给你绣帕子和荷包的时候,被针扎了几下而已,不碍事的。 冬华赶紧拿过酒儿的手看着,凤九那青葱玉纸之上有许多不大不小的红色的针眼,把冬华给心疼得忧,赶紧把它含在嘴里,然后化成药膏来给他擦上,还用纱布包了起来。 凤九看着冬华如此夸张地给他缠了好几圈纱布,吴语道,冬华,你给我缠这么多纱布,我明日还怎么做饭啊? 那便不做了,为夫吃不吃饭的都无所谓。 那也不用这么夸张吧,我这不过是小伤罢了,过两日自己就好了。 那也不行,我心疼。 凤九看着自己的夫君这样在乎自己,心中的幸福满意。 对了,还有一样东西没从给他呢。 夫君,你等一下,九还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的。 请夫君把眼睛闭上。 嗯,九这是要干嘛? 好吧,闭就闭吧。 九说什么,就是什么,东华听话地闭上了眼睛。 凤九一个挥手将礼物画了出来,好了,睁开吧。 东华乖乖地睁开了眼,眼前的一切有些让他不可思议。 屏风之上,一副气势磅礴的地形涂展现在他的面前,比憨莫饱,纵笔豪放,染成风雨,宛若神巧。 九儿,这是,东华,我自己认青秋女军这些年,常常去游历四海八荒,看看你曾经打下的江山是什么样的。 这几百年下来,四海八荒岛是让我游了个遍,每次从一个地方回来,九儿都会按照帝君送我的那幅四海八荒图的标准,重新绘制出他的地形地貌。 就这样,会着会着,导师让九儿绘制出一幅新的四海八荒图来,这几日你不在,九儿特地将它拿出来重新打理了一番。 我继任青秋女军之时,你送了我一幅,这世间有因果循环,欠别人的就一定要还。 今月九儿便还给帝君一幅四海八荒新图,数十万年,沧海桑田,就连这四海八荒也换了一副模样。 可是这图上的一切却是真实存在的,世间万物渺小至私。 帝君真的没什么值得惦念的吗? 东华微微一震,随即诗然一笑,轻搂住九儿,吻了吻他额尖的话,九儿,可是在记仇吗? 凤九在他的怀里摇头,世间万物渺小至私,唯有九儿值得我惦念,九儿放心。 这一声,为父定带你懒电四海,游便八荒,护得九儿一声欢愉。 凤九回搂住东华的腰,将头埋在他的怀里,紧紧地依围着他。 东华看着怀中的可人儿,一脸的满足,开口道,九儿,为夫可不可以在问地后要个礼物啊? 没问题,夫君尽管说,九儿定当全力以赴为夫君寻来。 东华用手勾起九儿漂亮的下颚,唇摸索着九儿的唇,充满情欲地说道, 为夫想要的,自始至终不过一个你。 说着,东华便抱起九儿去了寝殿的床榻之上,等了一个晚上的东华,终于实现了, 情欲之火,一触即发,他们小别圣新婚,东华又被小狐狸撩拨得这样心动, 所以自然是乌山与云来相会,鸳鸯背里成双对了。 窗外,心月朦胧,天地见正,太成功的夜,从刚刚开始。 小段子,关于私房钱。 某一日,连迟,男人们在开会,女人们在聚会,今日话题,私房钱。 少婉开口,哎,你们夫君有没有藏私房钱啊? 承郁第一个回,当然有了。 少婉,哦,那他藏私房钱用来做什么? 承郁,买胭脂水粉。 少婉,嗯,可以原谅,反正也是送给你吗? 承郁,拉倒吧,就那浪荡公子我都不惜地说他,那胭脂水粉哪是买给我的呀,是买给原济公那些公额的。 少婉偷笑,那你是怎么罚他的? 承郁,让他把那些胭脂水粉图在自己的脸上,在九重天上走一圈。 众人,够狠。 白浅,师娘,那师父呢,师父也藏私房钱吗? 不会吧,师父是坦荡之人,应该不会干这种事吧? 少婉,当然了,白浅吃惊,那师父藏私房钱是用来做什么呀? 少婉,买法器,白浅瞬间明白,偷笑着,那师娘是怎么收拾师父的呀? 少婉一脸得意,去凡间那花楼里玩闹两日,再用他买来的法器回魔族,去找几个小子打一架,出出气。 众人,有性格。 少婉,哎,十七,你家叶华呢,藏布藏私房钱。 白浅,嗯,我也不清楚,不过那日我在紫辰店一处不显眼的柜子中发现了些散碎银子。 承郁,那您是如何处理的? 白浅,权当不知道吧,左右也没多少,买不了什么大物件,那些散碎银子加起来买青秋的,一筐琵琶都不够,想必是攒着为阿里买什么上古神书吧。 白浅上神,你错了,你家叶华长私房钱其实是为了支援你师父和他三叔。 少婉看着凤九一直不说话,我说,小凤九,我那清洁,有私房钱吗? 凤九想了又想,没有吧,我也不知道。 承郁,我还真好奇帝君老人,家藏私房钱是要做什么? 白浅,小九,要是你真的发现帝君有什么私房钱,就来告诉姑姑,姑姑也想开开眼,看看这昔日的天地共主藏私房钱来做什么。 少婉,再罚他跪上三天三夜的搓衣板。 宴会结束之后,凤九一面向太成功走去,一面想着,私房钱,东华会有吗? 不会吧,她是昔日的天地共主啊,什么都不缺,要私房钱来干什么呀,买胭脂,怎么可能,她又不是三殿下,每次去凡间,她恨不得把整个胭脂铺都买来给我了。 买法器,也不可能,她自己就会做,有时我还帮她呢,还需要花钱买呀。 买书,更不可能。 书房里的那些书比天宫的藏书阁还真贵呢,没有买的必要啊。 回了太成功,东华和凤九正在用晚膳,东华给凤九加了一个信任,看着凤九一直若有所思地盯着她看,盯着一向淡定自若的东华,有些狐疑,九儿怎么不吃啊,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 东华,我问你,你有没有藏私房钱啊? 小狐狸,有你这样审问的吗? 东华拿着筷子的手挣了一下,挑了挑眉,九儿为何有此疑问? 快点说嘛,到底有没有? 没有,没有,九儿,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就是,我就说嘛,夫君是昔日的天地共主,什么都不缺,怎么会藏钱呢?也没出花呀,是不是啊,夫君? 是,九儿快用膳吧。 说着东华就给九加了一个瞎人,凤九自然把这茶番过去,开始安心地和东华用起了晚膳。 其实,这东华帝君是有私房钱的,大家就问了,堂堂天地共主藏私房钱干嘛呀?且听我慢慢道来。 那一日快到午膳时分,东华帝君正在和凤九在太陈宫历外呢,你能我能之时,就来了个搅局的人。 小九啊,娘来看你了。 凤九想要从东华的怀里挣脱,可是东华却拉住了她,不让她离开。 哎呀,你干嘛呀? 岳母又不是外人。 凤九娘笑咪咪,是啊,小九,不用害羞,娘又不是外人,好好待着吧。 凤九有些不好意思,靠在东华怀里,关心道,娘,我爹呢?我爹怎么没跟你一起啊? 凤九娘立刻搭外下脸来,你要是想让我高兴,就别跟我提她呀。 凤九看自家娘亲这架势,就知道爹又惹娘不高兴了。 凤九赶紧从东华的怀里跳出来,来到她娘的身前,扶着她坐下,偷笑道,娘,我爹又怎么惹着您了? 哼,夫人,一个板正严肃,带着深情的话语,换着凤九娘,这是谁呢?原来是东华帝君的老丈人白衣上神驾道。 你来干嘛,我不想看见你。 说着,凤九娘就要离开。 夫人啊,我不是有意骗你的。 白衣赶紧拉住她。 哼,骗了就是骗了,什么有意无意的。 夫人啊,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啊? 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你是不是都忘了呀? 自是不敢忘,可是我这也不是偶尔为之吗? 那也不行,做了就是做了。 凤九不明觉厉,有些好笑地问道, 爹,您又怎么惹着娘生气了呀? 白衣看了看凤九,又看了看坐在那一本正经看佛经的帝君,把自家的宝贝女儿拉过来,低声道,藏私房钱。 凤九憋着笑,调侃道,哦,那您藏私房钱干嘛呀? 白衣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太过有适当爹的威严了,于是沉默。 凤九又看了看自家娘亲,这凤九娘岛是配合得很,哼,还不是为了买酒喝。 凤九赶紧顶了顶白衣,小声说道, 爹,您怎么回事啊,您明明知道您飞升了上神之后,有些隐疾,不能喝多久的呀。 白衣心虚,小九啊,爹这不是嘴馋想喝吗? 再说了,就一壶而已嘛,不碍事的。 凤九已经无奈了,不过他觉得这是岛是可以原谅, 可是凤九他娘却觉得此事不可饶恕,什么不碍事啊, 当初也不知道谁说的,绝不骗我,要对我坦诚相待, 可是现在呢,却因为这种事骗我,要不是被我发现, 还不知道要骗我到何时呢? 夫人哪,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念我出饭,夫人就原谅我吧呀。 哼,白衣赶紧向凤九使了个眼色,凤九心领神会,撒娇道, 娘,您看,爹都这么诚恳地跟您道歉了,您就原谅爹,跟爹回去吧呀。 夫人啊,咱们别在这里打扰小九和帝君了,跟我回去, 回去之后你想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我觉悟半句怨言,好不好啊。 说着,白衣就立刻打横抱起自家夫人,大不留心地离开了。 你讨厌,你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呀。 夫人稍安勿躁,这是九重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若是还气不过,带回去之后为夫人打人骂好不好啊。 凤九看着自家爹娘打情骂俏,你追我赶的样子,笑颜如花, 窝到东华的怀里,附在东华的膝上,娇柔道, 呵呵,想不到像我爹这么严肃板正的人,竟然还藏私房钱呢。 东华顾左右而言他,尽量保持平时的语气道, 九儿,我饿了。 夫君饿了呀,看时辰也确实快到午山时分了, 九儿这就去给夫君做饭来。 说着,就像一个花蝴蝶一样地跑去给亲亲夫君做饭去了。 独自坐在榻上的东华,这才暗暗地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 想起了那日他那岳父向他借钱的场景。 那一日,东华帝君和白凤酒相携去北荒看, 刚刚云游回来的白义夫妇,一桌子的真凶美味, 大块朵頤之后,凤酒和他娘说提起话去了, 白义和东华帝君就在前厅内下棋, 要说这白义上神的棋义。 虽说是不错,可是也抵不上帝君啊, 说是下棋,其实不过就是解个闷, 输赢无所谓,目的就是聊天, 翁薛两个人增强一下感情而已嘛。 所以呀,每次两个人下棋,就是点到极止, 甚是随意自在。 可是,今日的画风却有些不同了, 白义看着自家的女婿正在认真下棋, 一派云淡风轻的样子, 她有些不好意思张口, 可是,她似乎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落了一子,帝君, 白义有个不情之请, 不知帝君可否答应。 东华落了一子,岳父请说, 呃,白义又落了一子, 不知帝君能否借白义些散碎银子。 东华一正,又落了一子, 岳父的意思是, 白义巧声道, 前些十日, 白义去了比鸟族的一个集市, 那有一家酿酒的作坊, 酿出的酒入口棉, 落口甜, 饮后余香, 令人回味悠长, 甚是醉人, 白义想买几坛回去, 可是小九他娘不让啊, 我这不是就求着帝君了吗? 就是,帝君这后盾多牛啊! 东华是什么人啊, 瞬间明了, 掐个绝, 于棋盘之上画出两个不大不小的夜明珠来, 岳父请收好。 白义看着这棋盘之上的夜明珠, 声音压得更低了, 一个就够了, 敢问帝君这夜明珠是从哪来的? 东华的声音像蚊子叫唤, 这是那日我陪着酒去长海游玩, 那长海水军的夫人赠给酒的, 我怕他拿着泪, 就替他收着, 回了太成宫之后, 酒就忘了这茶, 这夜明珠就一直在我这。 白义的头与东华靠得更近了, 帝君啊, 我告诉你啊, 剩下的这个可要藏好了。 没过了几日, 酒儿就突然想起, 前几日他们去长海游玩的事, 问东华要夜明珠, 说是要放到库房里, 结果东华拐弯抹脚, 说了一大堆的什么因果循环之类的话, 再加上小狐狸的眼神沙, 东华终于交代出了另一个夜明珠的去向, 日付那日的私房钱其实是我给的。 哼, 汪絮两连合起来瞒着我和娘亲, 简直最不可恕, 好啊, 那就请帝君去偏殿住吧。 结果, 第二日晨起, 东华就站在他们的寝殿门口, 送给一个与酒儿额间的凤尾花, 开一模一样的红珊瑚鹅室, 哄着酒儿开心, 那可是东华连夜去了趟东海, 为酒儿取得万年红珊瑚, 亲手打造而成, 把东海水军下的赶紧起身迎接, 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帝君老人家离开了。 其实凤九在听到东华瞒着他藏私房前的时候, 是有些生气的, 哼, 前两天还跟我说没有呢, 怎么今日又有了, 可是后来再听到东华是为了孝敬他爹, 还罚他睡了一晚上的偏殿, 又念在他给我送了这么一个好东西, 还用此花很美这句情话哄他的时候, 他就什么气也没了, 只是傲娇地回了一句, 哼, 念你初饭, 便饶了你, 若再有下次, 本宫定不轻饶。 是, 为夫定不敢再犯, 两个人打情骂俏, 逆逆歪歪地去了寝殿。 后来, 女人们又一次聚会的时候, 少晚, 承玉和白浅在听到凤九讲述的 关于东华藏私房前的经历之后, 一个个地回去, 又收拾了他们自家夫君一番, 少晚用墨冤买来的那法器, 把昆仑须上下搅了个天翻地覆, 承玉特地找了两个公额, 将三殿下打扮成了一个小娘子, 就连得过且过的白浅都收回了叶华好不容易攒下的琐碎银子, 去了蘑菇集买了枇杷来吃。 唉, 这下, 墨冤和连宋连支援他们的人都没了。 叶华, 大哥, 三叔, 叶华不是故意的。